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明 今天我们聊一个超级营销鬼才的故事 有这样一家餐厅 它的甜品是杰斯林泡蜂蜜 而它的主菜是酒后跟煎蛋 但是你不会相信 就在短短几个月之后 这家餐厅将会成为全伦敦排名第一的网红餐厅 在营销鬼才的字典里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这里是全伦敦排名第一的网红餐厅 在网络上的评价也是好评如潮 预约这家餐厅的人们已经排到一年之后 但是有序的是 这家餐厅是根本不存在的 而这家餐厅的始作俑者就是这个年轻人 乌巴 他用仅仅半年的时间 把一家根本不存在的餐厅捧红 并且在一万八千家餐厅当中脱颖而出 成为全伦敦排名第一的餐厅 乌巴原本仅仅是一个网络上的水运 他是负责在Triplevisor上撰写评论 Triplevisor是全球最大的点评网站 他每撰写一条精心评价的好评 餐厅将会支付给他10磅 随着这样的评价 这样的好评越来越多 餐厅的评分也会越来越高 而接踵而来的就是生意越来越好 久而久之他意识到 店铺的排名也许并不取决于他的食物 而是在于那好评数量 于是乌巴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要尝试做一家虚假的餐厅 然后将它送到评分网站的第一名 于是接下来对尔维至小屋正式开张 但是这里呢 其实是乌巴自己的家 破旧的房屋 简陋的设备 位置偏僻 甚至连做饭的地方都没有 但是这对于乌巴来说并不重要 乌巴买了一部新手机 开通了这家餐厅的专用电话 接下来乌巴注册了餐厅的官网 而上面展示的是招牌菜品 配菜呢 是诱人的甜点 而主打菜品呢 是嫩尖猪腿 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如此诱人的食物 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其实是乌巴准备了一块劫测铃 将其泡在蜂蜜中 并在上面撒了一些欧芹 找好一个拍摄的角度 接下来就把照片导入PS 精心调色 修改细节 没错就这样 诱人的甜品就制作而出 而接下来 对于主菜 乌巴贡献出了自己的脚踝 在脚后跟上面摆上尖蛋 并且撒了一些香料 就这样 瞪尖猪腿直到主菜 就大功告成了 而接下来 就是乌巴展示自己 给菜品起名的脑洞了 菜名既要有艺术感 要让人琢磨不透 就好比是爱 沉思 舒适 欲望等等 并且乌巴为餐厅制定了规则 客人不能选餐 餐厅会根据客人当天的心情 自主上菜 将这些都完成之后 乌巴将餐厅申请上架到点评网站 审核人员打来电话 询问关于餐厅的情况 而乌巴仅仅用了几句 不着编辑的经营理念 就把点评网站上的工作人员 搪塞了过去 而接下来 餐厅正式上线 而此时 餐厅的排名在18000名之后 餐厅刚刚上线 乌巴就联系自己的朋友 开始为餐厅刷虚假好评 并且乌巴为了营造真实性 他强调统一口径 并且为餐厅制定了四个原则 一 室外用餐 更加接近于自然 二 画风奇特 餐厅有着令人足摸不透的菜单 和服务人员 三 家常风格 餐厅很小 就好像是在朋友家聚餐一样 四 只接受提前预约 餐厅地址不对外公开 而接下来就是乌巴和他的朋友们 各种各样的点评 比如这里的环境真的太棒了 我提前了三个月 才终于定到了位置 就好像是在郊外野餐一样 感谢店家提供了毛毯 这一次用餐体验 简直是难以言喻的美好 这样的好评也是越来越多 而一个月后 店铺的排名进入了前一万 当然 这也依旧是一个 没有任何竞争力的数字 而终于 在一天清晨 乌巴终于接到了第一个预定电话 乌巴以预定的位置以满为由 拒绝了这位客人 结果之后 有陆续的电话打进预定位置 甚至有人愿意预约四个月之后 但是乌巴依旧是以 通通预定以满为由 拒绝了所有的客人 就这样三个月过去了 在没有一个客人来到餐厅用餐的前提下 餐厅的排名 竟然已经攀升到了1400多名 乌巴甚至还接到了公关电话 说可以帮助乌巴 将餐厅的名气更上一层楼 五个月过去了 此时餐厅的排名 已经进入了121名 而此时 餐厅每天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有著名电视台的高管 千万级的YouTuber 还有很多订不上位置的客人 开始疯狂的去搜索餐厅的地址 甚至乌巴还收到了几个 从陌生地址邮寄过来的包裹 与此同时 很多人想要来餐厅求职 就这样 很快六个月过去了 这家不存在的餐厅 从伦敦的一万八千家餐厅当中 脱颖而出 登上了排行榜排名第一 想要亲眼目睹餐厅真容的人 也是越来越多 甚至Tripervisor的网站 官方联系乌巴 希望他可以改进一下预定流程 于是乌巴决定 结束这各个作剧 他用电话长长的预定名单当中 随即挑选了一群客人 来小屋试吃 甚至还有客人从巴黎远道而来 乌巴想要餐厅和虚假点评当中 所描述的一致 他将小屋彻底的收拾了一番 并且请来朋友假扮厨师 服务员 DJ 甚至邀请了一名小级管理员 不过菜单上的所有菜品 都是冷冻食品 加起来成本不到21磅 为了不让客人听到 微波炉加热的叮叮声 DJ整晚都在放着音乐 终于迎来了开张之夜 为了不让客人看到 棚户区脏乱的垃圾堆 乌巴给客人们戴上眼罩 而客人们也是极其的配合 也是大呼新奇 客人们在院子里就坐 都在旁边座位一大半 是乌巴请来的演员 不断的称赞这里的食物的美味 有一种皇帝新衣的即食感 乌巴给客人们上菜 虽然都是加工的冷冻食品 但是晚餐结束后 客人们通通给了五星好评 表示这里很有田园风格 下次还会再来 而乌巴的这场戏 也是完美的落幕了 经过这个事件 乌巴觉得 如此荒唐的事情 既然都可以实现 那么还有什么 是不可能的呢 于是乌巴又有了一个新的 大胆的想法 用三天的时间 让一个地摊品牌的牛仔裤 参加国际时装周 一跃成为一线大牌 而被乌巴所盯上的 就是这个地摊品牌的牛仔裤 乔治帕瓦尼 这个名字很容易蹭到 乔治阿玛尼的名头 乌巴上网搜索乔治帕瓦尼这个人 但是却是一无所获 也许这个人就根本不存在 于是乌巴决定 自己伪装成乔治帕瓦尼 并且混入最权威的 巴黎时装周 第一步老规矩 注册品牌网站 并且PS时装照片 并且加上大大的品牌logo 第二步印刷高级名片 第三步前往巴黎 混进时装周 乌巴在此前从来没有来过巴黎 乌巴混入了一些 时尚达人的人群当中 进行套话 这才让乌巴知道了 时装周的位置 但是到了门口 乌巴却被保安拦了下来 因为他没有门票 当然也没有什么邀请函了 乌巴故作淡定 掏出了自己的名片 递了过去 真正的时尚大师总是风轻云淡 没过多久 主办方的负责人 连忙过来向乌巴道歉 就这样 他成功拿到了门票 会场里 乌巴给在场的嘉宾 分发自己的名片 介绍自己的品牌 依靠自己的伶牙历史 和各路名模搭讪 就这样 他成功打入了时尚圈内部 活动结束 他受到了一位 超级大YouTuber的邀请 参加会后的party 这是无数时尚人 是梦寐以求的活动 参与的人 都是时尚界的大佬 超模 穿上了乔治帕瓦尼 这个地摊牛仔裤 南莫声称 这条牛仔裤 充满了朴实的民粹主义 而接下来 有时尚YouTuber 穿着地摊牛仔裤 进行直播 宣扬他前卫的品牌理念 而逐渐的各路YouTuber 超模 争相和乌巴合影 而最后 乔治帕瓦尼 从一个地摊品牌 成为了时尚界新进的潮牌 各种秀场和展览的邀请函 疯狂地灌入了乌巴的邮箱 而这一次 乌巴只用了三天 这位营销鬼才的疯狂事迹 被全球的媒体争相报道 乌巴不得不接受 各种各样的采访 有的时候 一天连续采访20个小时 于是乌巴厌倦了 他决定 找来一群人假扮自己 全部都穿着相同的衣服 同样颜色的头发和发型 但是身高体型大不相同 甚至还有一名女性 他让这些假乌巴 替自己接受采访 乌巴想要尝试 看看是否有人 能够拆穿他的谎言 帅气版乌巴 参加BBC的访谈 而智慧版乌巴 替他参加高知活动 乌巴的弟弟 参加澳大利亚 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 而有趣的是 这个电视节目 真乌巴也参加过一次 而结果是 他们通通没有发现 乌巴又一次 嘲弄了所有的人 乌巴开始陷入了沉思 人们好像失去了 辨识的能力 习惯性地去盲从 又或许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变得并没有那么重要了 而信息和被接收人 对于世界的认知 是否相符 变得更为重要了 人们只看他愿意看到 只听 他们愿意听到 我是小明 我们下期再见